一波拥有丰富文化与虔诚信仰的国度 然而这片美丽土地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 尽管政府实施了人人享有教育的国家行动计划 但上学满十年的学生只占百分之十五 造成超过一半人口无法正确读写 如果教育是翻转贫困的关键 那尼泊尔的教育底色是什么 自2022年11月 瓷季教育志工便走入兰宾尼的乡区学校深入考察当地教育实况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就是看到有一些学生他们是拿着纸张或者是塑胶袋来装这些食物的 有的孩子没有器皿成食 有些竟然只能用树叶当汤匙 四周苍蝇飞舞 自工们看了就是会觉得很不舍 所以我们就马上安排送上我们瓷季的环保碗 过来给学校 就是如果学生他们真的是忘记没有带碗来的话 可以来装食物吃 为了提供孩子卫生又有营养的午餐 瓷季也推动学生营养餐计划 除了长期资助食材也聘用照顾户来协助烹煮 我们有联系统住家资经营养 跟码养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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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教育 所以我们加上更多食品 当天生在一周整个计划 慈激志工深入校园付出 感动了无数校长老师 兰皮尼慈激教师联谊会 于2月20日正式成立 由副总执行长林碧玉代表 受服于西达多小学校长 及库达巴卡学院院长 我很期待从现在开始 教导的每一个孩子 继续读书下去 我感到疲惫 因为这一裤不是衣服 因为这一份财力 也会给我一个大财务 随着教练会的成立 慈激志工也首次在兰皮尼大学 举办近私与私语诗词培训 64位来自兰皮尼和 加嫔罗维的教育工作者参与 生耕 慈祭 人等教育 2023年7月17日 十位尼泊尔教练会志工 踏足离家三千多公里的台湾 展开一段别具意义的悬耕之旅 四姐 你几岁 八十 八十二岁 你父亲喜欢 他们很高兴地浪费自己的生命 为了改变世界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国家庆父亲对我们庆祖亲的美党 cs说龙英尔教学 Duke小reon 很荣 你érie的 uni说 我们慰巧 就 Vote Education只能无限 form It is such the medicine which can eradicate poverty improve life kl term不正确成 Sta Cuji Foundation is working in this field 所以我非常感谢 尤其是 Master Sangran 我会做到百万人的人 像我来做好事 和追踪的路由Buddha 真好 带着正言上人的祝福 尼泊尔教育团队回国后 更积极推动禁思与教学 于2023年开始 志工定期走入校园 带动禁思与教学 一星期五天 轮流到时间重点耕耘的学校 每月用一句禁思语 伸直孩子心中 每一 guard 在慈激志工用心的带动下 学校老师也见证了 禁思与教学对孩子产生的改变 除了人文教育的培训 教育团队也积极推动师资培训计划 全面提升教育品质 教育形式多元 吉安普拉瓦学校校长莫蒂 透过翻译禁思语 而深刻体悟证言上人法语 并在志工积极邀请下走入村落 以读书会的方式推广禁思语 前几天一阵子他就帮忙翻译 忽然间回头的时候有这样的想法 直接在佛陀的学校办读书会 菩萨永远大家何地成就的 这一场都比你第一场读书会 结合教练会的力量 辞职志工开始与当地学校校长结老师合作 走入村庄寻找错学的孩子 校长给我们的名单也没有地址 所以我们也需要靠本土的老师校长一起带着我们 当我们走入这些家庭的时候 我们才慢慢了解 的确如果家庭有三四个孩子是一个负担 所以他们就干脆就不让孩子去上课 那当中也有因为要养家扶口能力不足 为了更全面援助错学的孩子 志工也在2023年3月启动零促学计划 三个学生 只有一个学生 通过12年 我们感到很抱歉 我们也想帮助 此季号召全蓝皮尼文化市中小学的校长和老师 参与零促学计划交流会 一共有24所学校响应 一起找回失学的孩子 孩子虽贫苦 但在慈激之工的带动下 仍愿意把握付出的机会 西达多小学校长阿达夫积极推动米铺满活动 师生和家长纷纷响应 因为我们觉得这里的家庭的生活都不好过 我们主统需要他们坚钱的话可能有点困难 所以就说每天一把米这样子存下来 也可以帮助别人 真的是非常感动 给大家一把米给一包 对吗 你看你能够有这么多 你能够帮有这么多贵人 极穷的一把米就像极暗的微光 能照亮需要的人 19岁的少女索纳姆 准备顶着寒风骑车出门 我已经去到工了 但我已经没有抓到高兴了 我已经去到工了 我从学校中经历过程中 却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已经去到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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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已经去到工了 我已经去到工了 还是坚持每天去上课 数个月之前 索纳姆完成了尼泊尔12年级的教育 坐学留在家帮忙完成家务 让两个年幼的妹妹有机会上学 因为家里的经济问题贫穷 父亲没有办法让他继续在升学 所以我们就进一步去关心他 发现索纳姆他的12年级的成绩已经拿到了 所以我们就有推荐他 就是去我们古达巴嘎的教育系升学 他也非常地愿意 由于贫困他无法负担校服费 贴心的自己职工决定带他去量身定做校服 有好几种布拉给他选 但是他都没有选那个贵的 他自己选的就是选最便宜的 每个书都没有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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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这样子的孩子我们也觉得很不舍 只要我们提供一点点的助缘就可以完成这个孩子的学习 索纳姆对志工视如己出的照顾 也怀抱感恩心想要回馈 像志工那样付出爱心 成为子亲 除了索纳姆 曼尼莎吉 卡比塔都是曾经因家境贫寒而错学的孩子 如今他们都加入雌青的行列 2023年5月1日 尼泊尔雌青正式成立 来自不同学院的17位年轻人 受复成为慈青的一份子 We are 慈青 from Louis 慈青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情练首语 准备在五月复旦节演艺贵阳图 孤身千千千小为咒 分不分难最后就是从慈青开始 然后就到小阳 就是那个小学的 然后到中学 然后最后就到那个大专跟慈青一起结束 然后也要感恩我们的慈悔世界 最后加了一个动作就是让大家一起常规的那一个动作 让我自己也感到很震撼 大家的评论说那个动作真的很感恩 2023年8月19日 来自台湾的慈青飘洋过海 来成就第一场尼泊尔慈青营队 并将台湾的慈青种子 以授旗仪式传承给尼泊尔慈青 2023年12月 两位尼泊尔慈青回台参与营队赴一场心灵之旅 当年轻的爱以及教练会的力量在尼泊尔振放 他们将开启改变的大门 让佛陀的故乡微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